日本法龙寺 法龙寺屋即是位于日本奈良市的一座古老佛教寺庙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制建筑之一 法龙寺是日本最早的佛教寺庙之一 也是日本国宝之一 以下是法龙寺的一些主要特点和历史 建立年代 法龙寺建于奈良时代的前半期 其创立可以追溯到西历607年 由日本皇族中的推护天皇下令创建 在寺庙早期的历史中 法龙寺曾多次被火灾所摧毁 但每次都得到重建 世界文化遗产 法龙寺及其周边的物件 于199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法龙寺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包括寺庙内的主要建筑物 它以及寺庙附近的文化景观 中泽县布局 法龙寺的建筑采用了中轴线布局 这在日本佛教寺庙中很常见 主殿和五重塔等建筑物沿着中轴线排列 呈现出一种对称和谐的布局 木构建筑 法龙寺以其古老的木制建筑而著称 其中最著名的是金堂和五重塔 这些建筑是日本建筑历史上的重要遗产 展示了古代木工技术和建筑风格 文物收藏 法龙寺内收藏了大量的佛教艺术和文物 包括彩绘壁画、佛像、经文等 这些文物不仅具有宗教意义 还对研究日本古代艺术和文化起着重要作用 重要文化财产 法龙寺及其周边地区有多处被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产 包括寺庙建筑、塔和宝塔 法龙寺的建筑和文物代表了日本古代佛教寺庙的典型特征 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和学者前来参观和研究 其古老的历史和建筑风格使得法龙寺成为日本文化遗产的瑰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